品味是件旅人的生命故事 找回记忆中的幸福滋味 欢迎来到幸福餐桌好时光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餐桌好时光 我是Hannah 这一周我们要来聊聊冰淇淋 因为我这周非常非常爱吃冰淇淋 每天吃饱饭我一定要来一球德州的这个Blue Bell的这个冰淇淋 所以呢这个已经爱吃到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自己会发胖 那为什么最近这么爱吃冰淇淋呢 除了这个天气已经开始转热了以外嘛 比较热所以就想要吃点冰的 另外呢也是因为我最近压力比较大 所以呢这个吃冰淇淋有一种好像抒压的效果 而且吃饱饭以后你就会很期待的打开冰箱 那连我家的先生哦他不是很爱吃甜食 可是呢他吃了这个Blue Bell的冰淇淋以后 他都这个惊为天人眼睛就咚咚咚就亮了 他每天吃饱饭也想要来一球 好啦那说到压力大其实也是因为Hannah最近其实就是家里在整修 包含做地板啊然后装修 加上有很多的工程像是这个做什么墙上的线板啊 那做这个假的烟囱啊或是我们家厨房的这个门柜什么 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亲手去制作的 对听起来有点妙 但是呢我们家呢就是我比较那个handy 就是比较会做手工 那先生呢是我的小助理 所以我们家很多装修最近都是我在做 那因为一边做装修有时候要录节目 有时候这个要剪音档 或者是有时候我因为Hannah有在教课 所以我就网课啊每一天几乎都要教课 变成说很多事情全部尬在一起 全部加在一起 让我最近压力很大 所以每一天吃饱饭能够吃上一球冰淇淋 变成我的一种心灵寄托 甚至我最近有时候抒压泡澡 泡完澡以后觉得好热 好想要来一球冰淇淋哦 泡完澡又来吃一球冰淇淋 有时候都晚上这个九点十点了 变成很可怕 那么晚才来吃冰淇淋 但是最近冰淇淋对我来讲这个魅力实在太大了 所以我决定要做一集来好好介绍冰淇淋的历史 聊聊冰淇淋 我们幸福餐桌的这个节目的粉专啊 也在Facebook的粉专上面办了一个投票 那就是来问大家说 最近啊天气热了 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冰呢 那上面呢 有像是最近很红的这个黑糖珍奶的冰棒啊 或者是呢 这个传统大家都很爱的这个红豆昏粿 就是台湾的这昂道昏粿的这种冰棒 也有像美国很有名的这个talented 或者是呢 现在竟然有这种什么咸蛋黄的这个雪糕 还有台湾很传统的这种芋头冰加花生粉 用那个润饼皮卷起来的 这种都在我们票选的上面哦 还有这种情人果冰都有 那我们先来看看一下这个网友们的留言哦 网友Winnie说 这个昂道昏粿是number one 那Jackie说 当然是number two number two呢 是我从小到大最爱 就是昂道昏粿啦 另外呢 这个这个有很多人都选 都选昂道昏粿 另外有人说五号哦 五号是情人果冰 哇 看起来这也是非常的这个老派 会想吃情人果冰的 听起来是有这个历史的年纪哦 那另外呢 还有人说这个 对冰品哦 这个Ada说冰品我有选择困难症 那Michelle呢 加州新生活 她说 我好想要吃那个七号 就是芋头加花生粉 用润饼包起来的这种古早味的冰 可惜在美国都吃不到 好吧 那我们刚刚看完了这个网友的回答 看来昂道昏粿还有这种古早味的芋头冰 非常的受欢迎 我想哦 毕竟这个冰淇淋是很多人童年的这个记忆啊 那我们的对吃冰淇淋的记忆 其实都是非常美好的 因为可能是做了什么好事情 家长就说 哎 让你买一串冰淇淋 让你买一根鸡冰这样子 所以大家变成对吃冰这件事情呢 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好了 那我们先来讲一讲关于冰淇淋的历史 既然要吃它嘛 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谁发明它的呢 什么时候开始发明的呢 那冰淇淋这个历史发明啊 其实一样是众说纷纭啦 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准确的源头 但是呢 大致上的这个说法呢 有几种 据说最早的冰淇淋呢 是由这个冰雪 再加上蜂蜜和水果搅拌起来的 那既然要有冰雪 总要发源在有这个雪山啊之类的国家嘛 所以当时听说发明最早的是在古罗马帝国 因为皇帝觉得这个圣鼠难熬 他就请那个仆仁四处奔波 帮他找这个冰雪 到这个雪山上面找一些冰块啊 冰雪来运下山 来让皇帝来解暑 那当时有一位很聪明的这个厨师呢 就想说高山上取回来的这些冰雪 趁还没有融化前 诶我把它这个弄成有点像剉冰 有没有把它弄成 那个削成那个剉冰 加点这个蜂蜜或者是水果搅拌搅拌 没想到皇帝喝了以后 这个龙心大悦 就觉得非常开心呢 那当时呢 这大概就是听说是全世界最早最早 被发明的冰淇淋了 就在古罗马的时代 不过呢东方就是中国也有一个传说 就是说唐代的时候 有一本叫做有洋杂组的这一个记录当中 其实当时有记录到了人影的制作方式 那时候有一些名称 比如说像是烙影 或者是像是唐烙 那还有叫做苏山 还有冰烙这些字眼 那有人就去研究说这些是什么东西 所谓的烙影有点像是 比较像优格 就是有饮料比较流质的 那唐烙比较像是水果的佐料 另外有一个叫做苏山 那苏山呢 不是那个苏神 苏山 苏山呢 是指就是堆成像小三状的奶油类制品 听起来怎么就跟这个 冰淇淋有一点点像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呢 叫做冰烙 就是把牛奶跟果汁配起来的冷饮 所以其实呢 这个中国也认为说 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出现这个类似冰淇淋哦 认识冰淇淋这样的饮品啊 或者是有点像是血烙之类的这种流质性 又有一点固体性的这种冰品 饮品出现了 那当时呢 为什么这些冰淇淋会传到欧洲去呢 是因为哦 这个13世纪的时候 一个马可波罗来中国嘛 他就把中国的这个牛奶变冰的这种做法 带回了意大利 所以意大利的那个Gelato 就意大利冰淇淋就很有名嘛 那当时的欧洲就发现说 哎 这个吃法让他们的这个 算是一个世纪改革耶 因为以前的夏天 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吃 后来呢 这个意大利有个出嫁到法国的公主 应该说是皇后 他就把这个冰品的这个工艺带到了法国去 那我们都知道嘛 法国非常喜欢做甜点 非常喜欢就是这个研究啊 发明在甜点上 那后来呢 果然这个路易十六哦 就把这个冰淇淋发扬光大了 路易十六有个浴厨 他把冰淇淋呢 就是原本是奶油跟冰块嘛 那他们就把它 另外来加了一些像是牛奶啊 练奶啊 奶粉啊 等等的原料 做出比较像是近代 我们吃到的冰淇淋的这种口感 那法国就把这样的冰淇淋 叫做奶油冰 因为里面有很多原料 都是来自于奶油 后来呢 冰淇淋在意大利 他们把它叫牛奶花 在英国叫做冻奶油 所以听这些名字 你就知道 它是跟这个牛奶 这个成分是离不开的 那当然后来这个冰淇淋 它的制作方法 就是越来越精进嘛 制作的这个方式也越来越不同 所以后来呢 这个世界上变得比较有名气 在制作冰淇淋的国家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意大利 那另外一个就是后来的这个美国 因为美国据说这个华盛顿 还有杰弗逊两位总统 都非常是爱吃冰淇淋 那就让美国的这个冰淇淋 制造业发展的很快 但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是跟美国 把很多东西都把它工业化 或者是这个工艺化生产有关 因为美国喜欢把很多东西 都做成这个流水线啊 工厂化 那机械化 所以后来就发展出很多很多这种连锁的冰淇淋的品牌 都是一些工业化的冰淇淋 就是大量生产的这种冰淇淋 那第一支这种蛋卷冰淇淋 也在1904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览会上面 首次的亮相 大家就开始注意到说 哇 美国这个制造冰淇淋的这个冰淇淋工艺 非常的蓬勃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吃冰淇淋的老涛 大概呢 就会有分成两个派系 一个就是爱吃美式冰淇淋 一个呢 就是喜欢吃义式冰淇淋 那两边的冰淇淋呢 其实呢 都有点 有点小竞争 就好像觉得 我这样的冰淇淋 才是比较好吃正统的冰淇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个音乐 等一下回来以后呢 我们来聊聊看 到底美式冰淇淋 跟义式的 这个意大利的冰淇淋 它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呢 那有哪些好吃的牌子 我们在买的时候可以选择哦 那我先帮你们过滤了 所以比较不会踩雷 因为我也很爱吃冰淇淋 所以已经吃过很多品牌了 好啦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 你总是买到难以下宴 或吃过一次 就乘风在橱柜里的健康食材吗 那可别错过了好时好事 这次和幸福餐桌合作的团购活动哦 这次主打的开团好物有 西班牙橄榄油 和德国的天然食材 这次团购的西班牙维尔路橄榄油 选用了橄榄界的爱马仕 也就是小苹果橄榄 里面独特的青苹果和绿番茄的清甜风味中 散发甜淡的奇异果香气 让出厂橄榄油新手到老手都能安心入手 经过两个月浸泡而成的风味橄榄油 是我们日常增添料理美味度的秘密武器哦 懒得想调味的时候淋上罗勒 香橙 柠檬 辣椒等风味橄榄油 就能将原本平淡无味的料理 瞬间化作可口美味 另外 简单方便著名的德国瑞拉天然食材 适合给平日忙碌的主夫主妇们 可以大幅缩减料理的时间 而且只要具备会煎蛋的这种厨艺 你就算不是名厨Golden Renzi或是Jimmy Oliver 都能重现异国道地的风味哦 喜爱健康食材和料理的你 别忘了快点击下方的链接 追踪幸福餐桌的Facebook Instagram粉专 才不会错过开团的资讯哦 好食好食天然美味兼制的健康食材 一次构足 Hannah自己已经试吃过了三个月 可是很有信心 保证一试成主顾 大家要小心服用哦 因为上瘾我可不负责 那在第二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来聊聊美式和义式冰淇淋的差别哦 因为义式冰淇淋呢 我们知道它叫做Gelato 那美式的冰淇淋呢 叫做Ice Cream 那两个呢 虽然都叫冰淇淋啊 中文都把它翻成冰淇淋 可是其实呢 这个两个的做法哦 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两个东西的区别 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与它们的原料都非常的类似 但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它们的空气比例 那我们先来讲讲哦 这个义式冰淇淋呢 其实是1770年的时候 被意大利人带进美国的 所以Gelato应该是比较先于Ice Cream的 那它被带进美国以后 因为美国的这个工业化 科技也比较进步 那就被大量的生产 所以就有后来所谓的这个工业冰淇淋 不是说它吃起来是什么工业原料 而是说它是这个工厂制造的 大量生产机械制造的这种冰淇淋 也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面 比较常买到的这种罐装冰淇淋 这些都比较算是工业冰淇淋 那义式和美式的冰淇淋呢 它们主要的原料 当然了都是牛奶奶油还有空气 哇还有糖啦 当然要甜味的话就要有糖 或是加上其他的不同的口味 那这个牛奶奶油空气 这三个东西的比例 其实不太一样的 因为义式冰淇淋 Gelato主打的是 它的奶油比较少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 他如果想要就是控制这个热量 或是有想要减脂啊减肥的 他们可能呢就会选择义式冰淇淋 胜过选美式冰淇淋 因为义式冰淇淋的这个油脂 放的奶油的比例 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那美式冰淇淋追求的 就是比较这种creamy 就是很奶味很重的 这种牛奶味奶油味香味的 这个口感 所以美式冰淇淋 它的这个奶油量加的是比较大的 或者是像鲜奶油之类的这个原料 是比较比例比较高的 那首先呢 他们两种的制作方式 都必须要先将牛奶和奶油 用巴氏灭菌器去消毒嘛 消毒以后呢 接下来呢 就要不停的去加糖混合去搅拌 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就会开始注入空气 到这些搅拌中的牛奶和奶油当中 那因为空气呢 可以制造出这一些奶油和牛奶 在打发的过程里 会有一种平滑绵密的这种口感 所以意识和美式冰淇淋的区隔 就在于他们在搅拌的这个时候 搅入的空气比例是不同的 那冰淇淋的空气呢 在这个专业用词上 又被叫做overrun 就是膨胀率 膨胀率指的就是 在冰淇淋冷冻的过程当中 空气去参入的比例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像是一公升的这个液体 制作成两公升的冰淇淋 那它的膨胀率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代表说它加入相同比例的空气 所谓的美式冰淇淋的这种双淇淋 或工业冰淇淋的这个膨胀率 通常是比较高的 会达到百分之百以上 所以你吃起来的那口感是比较就是 有空气感 空气感比较蓬松啦 应该这样讲比较蓬松 但是呢 意识冰淇淋它的膨胀率 通常是在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已 所以Gelato这种意识冰淇淋 吃起来的口感会比美式冰淇淋 还要来的更扎实 更绵密 有一种叫做奶酪或雪泥 对有些雪泥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类似冰沙 但是呢 又不到冰沙这么粗 它是很细腻的 那这就是Gelato 还有这个Ice Cream之间的不同 那随着这个实弹的演进呢 工业化的生产技术呢 让我们吃冰淇淋 其实是越来越便宜的 因为如果用传统这个Gelato的制作方式 它是需要耗费非常的大的人力的 那即便有机器操作 它也没办法这么大量的大量的去制作 所以呢 Gelato通常单价是会比一般的这种工业冰淇淋 那种Ice Cream还要来的高 那Gelato呢 他们又很坚持 就是说会去拜师啊 跟一些传统什么奥地利啊 意大利的这种拜师学艺 那这种传统的冰淇淋 这些拜师学艺的师傅 他们会很骄傲 他们会觉得说 真正的冰淇淋 就是要用货真价实的这个材料 而且呢 不可以像工厂那样灌一堆空气 如果你空气比例太高啊 对他们来讲 那是嗤之以鼻的 就是我们市面上买到的这些冰淇淋 这些所谓的这个Gelato大师 都是觉得那是什么东西 这根本就不是冰淇淋 Gelato很多的这个专门做Gelato的这些师傅 他们是把它当作一个像是法式甜点一样来制作的 认为这个好的冰淇淋呢 就是要让人吃到以后有一种这个 好像味觉的觉醒的体验 这些东西呢 是手工制作的 是工业产品无法取代的 好啦 那这就是像是一种精致化啦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到法国 到意大利旅行的时候 都会特别的去买他们的冰来吃 特别是一些在地的 有一些知名的这种老店啊小店 他们的这些冰淇淋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像henna自己之前有去这个法国 那在那个法国巴黎的这个左岸的附近 就有去吃一间那个很有名的小天使冰淇淋 哇 他单单一小球的价格 可能在美国就可以买两大盒那种超市的冰淇淋了 可是确实他的整个口感啊用料 你能够吃出来他是货真价实的 然后是很绵密的 所以呢 这一些冰淇淋店 他就是人家所谓的比较名牌啦 名牌冰淇淋 或者是一些这种Gelato的这种 这个精品冰淇淋 或大师冰淇淋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盘点一下 美国比较受欢迎的一些大品牌冰淇淋好了 这些冰淇淋哦 已经不只在美国知名 其实在全球都非常知名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很会行销自己的文化 那我们就来看看 哪一些美式冰淇淋是大家熟悉的 在讲到品牌之前 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哦 冰淇淋的种类 我们不能只知道Ice Cream Ice Cream就只是一般普通的冰淇淋而已 就是你买那个盒子里面 一大盒的冰淇淋 另外还有种叫做Frozen Costar 这种是软质的奶油冰淇淋 那这种冰淇淋吃起来会比一般的Ice Cream 更丝滑一点 就是很滑顺 当然单价也比较高啦 那刚刚还有另外就是美国超市 也常常可以找到这义式的Gelato 它的这个奶油的使用量是比较低的 所以相对它热量也是比较低 还有就是前阵子哦 在台湾也曾经非常红的叫做Frozen Yogurt 就是酸奶冰淇淋 或者是Yogurt冰淇淋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一些比较文青的地方 会看到有那种卖Yogurt冰淇淋的店 对就是那一种没错 我知道蛮多都是从美国回台湾去开的店 那这种Yogurt冰淇淋在美国 现在非常还是非常的多连锁的 那也有一些是独立品牌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是 一年四季生意都很好 我就觉得美国人真的蛮爱吃冰的 即便冬天也都还是会去消费 另外还有一种冰淇淋叫做雪酪 就是Sorbet 那Sorbet这种冰淇淋呢 它的是不加牛奶不加奶油的 它通常是用新鲜水果果汁等等的去制作 吃起来有点像是水果冰沙 可是因为它很质地很细腻 那这种呢就是它的含水量非常的高 很适合一些是不想要吃太多脂肪的人 就很适合吃这个雪酪 就是守备 好啦那我们既然介绍完了这个 美国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冰淇淋种类 我们就来看一看盘点 到底美国一些知名的冰淇淋品牌 你吃过了哪几个 第一名最受欢迎的 也是超市常常见到的 叫做Ben & Jerry Ben & Jerry呢 它的那个盒子封面就是画了一只乳牛 另外呢就是它盒子上有蓝天白云 我相信很多人在美国超市都会看到这个品牌 它当然行销做得非常的好 那名字叫Ben & Jerry就是因为创办人 一个叫Ben 一个叫Jerry 所以名字叫Ben & Jerry 那这个品牌呢就是 我自己个人觉得它们太甜了 这个品牌它比较粗犷一点 口味是下得很重 比如说它会有一些那种 很多饼干碎片在里面的啊 或是什么这个焦糖爆米花口味啊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什么 什么海盐那个巧克力焦糖啊 它就是有很多加了很多的这个 很甜很重味道的东西在里面 那对于很喜欢吃甜的 有点小孩子就会很爱这个品牌 可是我个人呢是觉得 这个品牌有点让你的这个 味觉有点麻痹掉了 因为太甜了 甜到已经有点尝不出这个 冰淇淋真正该有的一些味道了 另外就是在美国很多人来买 都会买Hagen-Dazs 那Hagen-Dazs呢 Hagen-Dazs非常的有名 特别在台湾很多的一些高级的这个火锅店 都会搭配这个Hagen-Dazs让你去吃 或主打就是Hagen-Dazs吃到饱哦 甚至有时候搭这个像国泰航空啊 很多人就是看到飞机上发Hagen-Dazs 就会很开心 有些人还会跟那个空姐空少 跟他们再多要一杯来吃 好啦那说到这个Hagen-Dazs 很多人听到名字 以为它是欧洲的对不对 它整个这个形象包装的就很像欧洲品牌 可是其实它是美国的 对Hagen-Dazs成立于这个纽约的布鲁克林 哇你是不是今天才知道 就是Hagen-Dazs其实是美国的 那它最初呢 其实只卖了就是香草 巧克力跟咖啡三种口味 当然也是它到现在的长青口味啦 一直一直很受欢迎的口味 那后来当然会推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味道 Hagen-Dazs呢 它也有出那种小小一杯的一人份的 不过因为它的价格偏高 所以你可能一杯在美国买 一杯就是美金要三四块四五块都有可能 所以啊有些人就觉得 哇这个有点像是贵族冰淇淋 但听说价格还是比台湾便宜很多 所以我之前有这个亲友来美国玩 哇到了超市 可是把那个Hagen-Dazs所有口味都买了 一遍冰在我家冷冻 每天来一杯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在美国非常有名的 也是推荐给很多想来美国旅游的人 你可以到超市去买这个品牌 它叫Talented 那Talented呢 它是在这个比较有名的是 它出的都是Gelato 就是所谓的意式冰淇淋 另外有一些像Sorbet 那它为什么有名呢 因为它主打的是低热量的冰淇淋产品 我们刚刚有讲过嘛 这个Gelato跟Sorbet都是比较就是 一个是不用奶的 不用牛奶 不用奶油 另外一个是奶油成分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们的热量相对都会比较低 这个品牌特色的就是它的包装盒是透明的盒子 上面画了一只汤匙 那你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冰淇淋 是什么花色的 所以变成冰淇淋这个混合的花色也变成是一个 好像是包装的造型了 比如说像我有看到那种什么Rasperry Cheesecake的口味 它就是粉红色配白色的这种大理石花纹 所以因为杯子是透明的 你看到里面的冰淇淋 马上就知道它是什么口味 而且呢做的就是比较有质感 变成这个冰淇淋里面的商品本身 也是一种商品包装的艺术设计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有几个比较这个评价的啦 Edith 这个EDY Edith 它这个就是很评价很评价的这个冰淇淋 应该就是在你在Walmart这类的这种大量饭店啊 尤其是平价便宜的量饭店里面会找到的 这个就是很经济实惠 很便宜 但是你就不用奢求 它会有什么精致啊 口感或什么低热量的东西出现了 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很便宜的冰淇淋 在美国销售非常高 可能台湾人没听过 它叫做Blue Bunny 它就是画了一个蓝色的B 然后有两只兔子的耳朵在上面 那Blue Bunny呢它厉害的是它有70多种不同的口味哦 在全美国各大超市里面做销售 只是呢它的这个口感就是非常的蓬松 你就知道它打了多少空气进去 那毕竟人家便宜嘛 所以当然就是空气不用钱啊 多打一点空气进去 一大桶可能才三四块 刚刚的Huygenders一小杯就要三四块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差别了 还有另外一个近年来哦 很多人这个Keto就是吃这个生酮的人 非常喜欢的一款冰淇淋叫做Halo 这个Halo Top Halo Top呢这个冰淇淋呢 它的包装非常的缤纷 它上面是画了一球金色的冰淇淋 那杯盖也是用金色的包装 它上面最好玩的是 它每一个盒子大大的标示了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呢就是热量 比如说那个包装盒上都大大写着一个240 你就很明白的直接知道说 它就是240大卡一杯 不是整合哦 是这个一杯的量 就是点心杯的那个One Cup 这个一杯两杯的量 就是240大卡 那有些上面写280 我看它大致上都是从这个200到300之间 所以哦这个 你就知道它的设计就很强烈的在主打 说它是低热量的冰淇淋 那这个冰淇淋呢 它也出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口味 比如说有叫做什么Burstay Cake 生日蛋糕口味 还有叫Cinnamo Bond 这种Cinnamo Bond 就是这个肉桂卷口味 那也有出现叫做这个Bistachio 这个开心果口味 甚至还有什么Pancake口味啊 那这些口味呢都比较像是我们平常 美国人喜欢吃的甜点的味道 它就把它 它不是单纯的就是草莓味 咖啡味它是把它做成一些比较特殊的甜点的味道 那它主打的就是它是低热量 我自己有买来吃 可是我没有这么这么喜欢 因为它里面的 因为它热量低 它有时候里面用的糖 可能是Keto专用的一些特殊的糖 所以吃起来我觉得那个甜味 有一点点那么不自然 对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能接受啦 但毕竟追求 如果要追求健身或什么 能够吃到冰淇淋 哇这简直是这个不可思议了 所以呢对于很多在健身啊 在维持体重啊 在吃一些特殊的这种生酮饮食等等的族群 这一款冰淇淋这几年卖的确实是非常的火红 只是我个人觉得它的味道 哇就是少了一个味在里面啦 没有这么的香浓 好啦那另外呢 讲到还有这个市面上常见的像是Dromstick 它是我们台湾也常常看到 雀巢出的 就下面一根三角形的Waffle 就是那个一个饼干 上面有一个圆圆的球 那对就很像长着一张麦克风的那一只 对对对 那个圆圆一颗球下面尖尖的那个饼干 没有错 这个是Dromstick 还有另外一个也在台湾超市也常常会有 有时候会看见 它叫Magnon 中文好像翻叫梦龙吧 在中国啦翻叫梦龙 这一款呢 它就是一个木棒 上面有个椭圆形 它有名的就是里面是白色的这个雪糕哦 外面的是一层脆皮杏仁脆皮啊 或者是巧克力脆皮 大家应该就有印象嘛 有时候在便利商店都会在那个 那个冷藏柜里面看见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最近超级爱的这个Bluebell 这个是德州的骄傲哦 它是一个德州在地的牌子 我有在超市偷偷观察 我看德州人哦 真的就是直接拿Bluebell 完全不看隔壁的Hugendass 或其他的品牌 非常支持在地品牌 那我就很好奇啊 就抱了一小盒啦 先抱一小盒回家吃 没想到啊 不吃哲宜 一吃惊人 就是一吃就发现 我跟先生一致都个人觉得 比这个Hugendass好吃耶 应该说平起平坐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个奶味非常的香濃 如果你不是一个怕奶味的人的话 哇 这个Bluebell 这个是平价实惠 而且口感啊 用料 还有它的口味 都不输给Hugendass 那它跟Hugendass的差别是呢 它是一大桶半家轮 才六美元 可是呢 Hugendass是小小一杯 手掌大的大小 就要四五块美元 你看这个价差差很大 所以我们自从来德州 发现Bluebell以后就 哇哦 开心的不得了 现在我的冰箱可是有两加轮哦 哈哈哈哈 就很大桶哦 那它最知名的就是 我自己觉得好吃的是 Dutch Chocolate 就是比利时巧克力口味 还有它最知名的是它的Manilla 就是香草口味 好咯 那这些呢 都是在美国非常比较有名 而且呢 是比较连锁知名的品牌 甚至很多在亚洲都有贩售的冰淇淋 那我们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咯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第三个单元 幸福调味罐 第三个单元我们来盘点一下 美国冰淇淋最受欢迎的口味有哪些 还有亚洲人其实也很爱吃冰啊 甚至变化比美国的 Ice Cream还要更多呢 我们来看看亚洲把它变化成了一些什么 首先呢 美国人最爱口味的冰淇淋呢 根据这个调查呢 第一名进来是Mint Chocolate Chips 就是薄荷哦 薄荷巧克力脆片冰淇淋 其实我个人最爱的也是Mint Chocolate Chips 只是呢 这个Mint Chocolate啊 有些品牌做得很假哦 人工味很重 这个我真的就必须要说 像Blue Bell我虽然很喜欢吃 可是呢 这个德州的Blue Bell 他们的Mint Chocolate 我就没有这么喜爱它的味道 因为那个Mint的人工的味道太重了 加上很多时候 为了要让它绿绿的很好看 他们就把那个冰淇淋弄成绿色的 就吃完舌头都绿绿的 所以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 某些品牌的这个薄荷巧克力冰淇淋 但是如果我有看到薄荷巧克力 我第一个一定会先买来吃吃看 这是我最爱的口味 那另外呢 美国人第二名的口味呢 叫做Chocolate 就是纯巧克力 还有另外一种哦 叫做Cookie and Cream 第三名 Cookie and Cream就是饼干脆片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叫Vanilla Vanilla就是纯粹的香草口味 第五名叫做Barter Pican 这个是叫做什么核桃味 就是美国喜欢那种 有焦糖核桃啊 奶油核桃的味道 还有这个叫做Rocky Roll 这个就是也是巧克力 来像是比较经典的 Strawberry 草莓 还有Chocolate Chips 就是巧克力 加上一些有口感的 这个巧克力碎片在里面 好啦那几个 这几个都是美国 比较受欢迎的口味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亚洲人怎么把它改良 亚洲的吃法可多的呢 除了原本的冰淇淋以外呢 还有叫做比如泡泡冰啊 泡泡冰就是呢 就是把它跟一些料搅在一起 那就听就是里面有一些泡泡的感觉嘛 就用吸管搅在一起 所以它叫泡泡冰 再来呢像是便利商店 常常在卖的这种双淇淋 我知道像台湾都会出一些限定 什么北海道季节限定啊 栗子口味的冰淇淋啊 都会有些特别限定口味的双淇淋 在7-11啊全家便利商店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我每次回台湾 我都会在便利商店买双淇淋来吃 说真的那个口感很好吃 也很味道很好 再来就是日本呢 把它改良的就是像是麻糬冰淇淋 这叫mochi mochi ice cream 这在美国的很多日本超市都看得到 冰冻柜里面都会放 它外面就是一层麻糬 里面呢就是这个冰淇淋 那就长着一颗一颗球的 甚至在美国的很多的这种吃到饱的餐厅 他们门口也会摆一个冰柜 通常是要另外加钱啦 不是吃到饱 可是很多人吃饱饭 都会想要来一颗这个mochi 麻糬冰淇淋 接着呢台湾还有一种 从小的回忆叫做棒棒冰 这是那个塑胶的 然后中间很像双结棍 中间要扭一扭扭一扭 才能转断一人一半 那小时候还会特别猜拳哦 因为其中有一条 他的头有多出来一点 看起来就比较长 所以就要猜拳哦 赢的人才能吃到比较长的那一段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 我就在超市看到这种棒棒冰 买回家自己放冷冻 放完冷冻以后呢 我就跟这个我先生的弟弟一起要分享 那我先生的弟弟呢 他就是完全在美国土生土生长大的小孩 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还教他怎么吃哦 我就说你要把它扭一扭 然后掰断我们一人一半 然后要菜拳赢的人可以吃长的那一条 所以呢 弟弟后来也很喜欢吃这个棒棒冰 在超市看到的时候都会说 可不可以买这个回家冰在冷冻 另外台湾还有一种最传统 在日治时代就非常有名的叫做 就是所谓的冰棒啦 所以台湾船常常会叫做古早味 古早冰棒 其实就是这个它就是一根木头 上面插着一块这个长方形的冰棒 好了 那另外像是这个刹冰 这个也是在台湾常常夏天要吃的啊 什么四种料五种料啊 可能就才四五十块台币一盘 那老板用这个刹冰以后呢 白白的这个碎冰块 你就可以点你喜欢的料淋在上面 这个真的是 哇 回台湾一定要吃的 还有另外台湾还把它发明成像是炸冰淇淋 就是把冰淇淋包在吐司面包里面 然后呢 整个去冷冻 客人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炸 那因为它高温油炸的时候 外面那一层那个吐司面包就会变酥酥脆脆的 可是中间的冰淇淋哦 还没有融化 就要赶快拿起来了 这时候你就会吃到这种冰火口感 外面热热烫烫脆脆的 里面又冰冰凉凉的 所以很多人喜欢这个炸冰淇淋 再来像是雪花冰 雪花冰其实就是比较绵密一点的刹冰啦 可是呢 像在美国比较有名的雪花冰 大家比较知道的是韩国的品牌 所以在美国这边有蛮多的连锁店 都是韩国品牌的雪花冰 那上面的口味呢 当然如果是韩国的话 他们就比较传统的就是 韩国有种黄豆粉的口味 那淋上黑糖 还有就是说这个雪花冰 日式的也有很多 那通常比较经典的就是用这个 什么红豆加抹茶呀 这种口味就比较属于日式一点的 再来有一种叫做圣代 圣代这种也是 在美国比较常见的是 这个也是日式的店 他们会做一些改良 像我们常常看到那什么 雨至金石吧 这一种台湾叫麻布茶坊啦 台湾就有一个那个店叫麻布茶坊嘛 他们就有像这一种冰品 就是圣代 那上面呢也是放了一些这个 有点像是绵绵的雪花冰 那就淋上一些比较日式的配料 还有像台湾的这个义美有出的夹心冰淇淋 用饼干方块的饼干把中间夹了这个冰淇淋 那吃起来就像一个汉堡一样 其实在美国也蛮多的 美国很多冰淇淋店不是用台湾的那一种饼干 台湾的义美是用苏打饼嘛 可是在美国是用那种 subway的那种美式软饼干 大大片的 如果你想要改成这个夹心饼干 你可以跟老板说我想要 我不要那个 我不要那个waffle corn 我不要那种就是甜桶 我也不要装在杯子 我想要改成饼干 通常可能要加一两块钱 很多的这个店家 他们的饼干会标榜是他们自己店里现烤的 就手工制作的现烤的这种饼干 那他就帮你压一坨冰淇淋在中间 两个饼干夹起来 感觉就像吃汉堡一样 但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吃法 因为太甜了 就是通常那种美式软饼干两片 已经很甜了 中间再夹冰淇淋 哇这个真的是甜度爆表 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冰沙 冰沙比较像是用喝的 包含像是Starbucks这种星巴克 他们都有这种Frappuccino 就是冰沙饮 说到这个我今天本来才想买一杯 但看了热量以后呢 改点了水果饮了 就没有点那个 没有点那种什么咖啡冰沙之类的 总之呢这个这个冰的吃法有非常多 哦当然了泰国还有一种叫炒冰啊 有点像Colston的感觉 就是在那个铁盘上面去炒 好啦反正冰呢就是在这个古罗马之后呢 被发展出了非常非常多世界各地不同的吃法 总之呢你就知道冰有这么多吃法 代表他真的非常的迷人哦 刚刚讲到的是一些这个冰淇淋的种类 接下来呢这个世界上啊 很多人把冰淇淋改成奇怪的口味 最近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哦 是日本人把这冰淇淋做成芥末冰淇淋 而且呢不是开玩笑的芥末 是真的非常辣的芥末 那他们就在路边这个拍片实验 就找了一些路人来吃 很多人一吃哦是直接 就是整个喷出来哦吐出来 因为实在是太呛辣了 那其实我不太懂得发明这个冰淇淋的人的用意 可能是要整人用的吧 那当然啦我我自己以前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我是去Hokinawa就是冲绳 所以呢还吃过这个仙人掌的冰淇淋 那也有凤梨啦 因为他们凤梨员凤梨的冰淇淋 夏威夷的凤梨员也吃了凤梨员的冰淇淋 那另外呢像是在台湾的老街 有时候就会看到什么豆腐冰淇淋啦 还有像是我自己的外婆家是在猫空 就会有出这种乌龙茶的冰淇淋啊 这些都是比较特别的口味 那我在网路上还看到一些很奇怪的 比如说这个上海竟然有种叫做 这个姜汁状奶味的冰淇淋 嗯我很讨厌姜跟甜味放在一起 所以我很肯定我会不喜欢这味道 还有什么酒糟味的冰淇淋啊 甚至什么香茅生姜味的冰淇淋啊 油波辣子 我的天啊 这个是我看到这是什么西安的油波辣子口味冰淇淋 另外呢像是什么还有香辣蟹味 这个是螃蟹的味道耶 我也不能理解 我觉得这些冰淇淋呢可能就是让大家一种好奇心态 想要去尝鲜啦 但实际上到底好不好吃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尝酒 它就是一个特殊口味 我天啊我还看到了香菜冰淇淋 我知道很多人讨厌香菜 可能看到这个香菜冰淇淋会昏倒吧 甚至那个五粮液哦 大陆的很有名的五粮液的那个酒啊 他们也出了一款叫做五粮液口味的双淇淋 然后这个这个什么 日本还有这种温泉蛋酱油口味冰淇淋 我觉得大家不知道到底是在恶搞呢 还是说真的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会吃 总之呢会吃的人可能也都是一些抱着好奇心 尝鲜的民众咯 好了那我们这个单元先到这边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我要来公开我一个 曾经教了我的学生 一群小朋友做的土耳其冰淇淋 做法非常简单 完全不需要冰淇淋机 就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好吃的土耳其冰淇淋 那等一下回来告诉大家我的秘密配方哦 最后一个单元呢我们要来讲一下怎么自己在家里做冰淇淋 因为很多人以为我做冰淇淋要买一台冰淇淋机器 其实是要啦 可是呢我今天要提供的这个秘密配方呢 是可以不用机器哦就能做的土耳其冰淇淋 另外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打发鲜奶油 只要用一个玻璃罐就可以做到的小秘诀哦 我们在前两周访问过品尤达人嘛 当时也提到说冰淇淋其实可以搭配橄榄油跟蜂蜜一起吃哦 我昨天其实试了 超级好吃的 我把这个咖啡口味的橄榄油 还有这个柠檬口味跟香橙口味的橄榄油 都淋在这个香草冰淇淋上面 味道超级好吃 我没有想过橄榄油跟冰淇淋这么搭 那根据这个品尤达人告诉我们就是说 因为冰淇淋它的成分有很多的油脂 那橄榄油也是油脂 所以它们两个放在一起看似不搭嘎 可是其实呢是完全可以相容的 那我自己搭配以后也觉得 哇哦就是让我就是非常的震惊 就是哇怎么这么好吃 那另外呢淋上一些蜂蜜也不错 这边就先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工商广告一下 就是我们的那个幸福餐酒粉专 会在6月1号的时候开一个团哦 就是在台湾的是开给台湾的朋友的 那台湾的朋友呢 如果你想要买这些非常好的风味橄榄油 这个西班牙进口的风味橄榄油 或是你想要吃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蜂蜜 都可以参加我们幸福餐桌的这个团购哦 在6月1号的时候会开团 所以大家记得要去我们的这个幸福餐桌的IG 还有Facebook 记得按赞按订阅按追踪 你才会收到这些资讯哦 好啦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这个单元的主题 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的这个土耳其冰淇淋配方 那这个食材要准备哪些呢 食材我们要准备两杯的牛奶 然后还有二分之一杯的糖 另外需要两大匙的玉米粉 或者是糯米粉也可以 接着呢就是40克的cream cheese 就叫做奶油乳酪 这个是在做这个cheese cake 就是cheese蛋糕的时候 常常会用到的奶油乳酪 另外要两大匙的蜂蜜 哦所以就可以用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俄罗斯蜂蜜咯 那另外我们需要一杯的这个heavy cream heavy cream呢叫做鲜奶油 就是可以放在蛋糕上的这种打发的鲜奶油 如果可以的话 我建议大家买动物鲜奶油 买植物鲜奶油的话 因为它是人造的 所以它的口味呢没有那么纯 那像健康来讲的话 动物鲜奶油也是比较好的 另外再来就是两大匙的这个可可粉 这个是看你啦 如果你不喜欢巧克力口味就有skip 就跳过这个 那另外也有人想要加些巧克力碎片 或是坚果碎片进去 敲碎的核桃啊 开心果等等都可以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讲看制作的步骤了 首先呢我们先将牛奶 玉米粉还有糖 放入小锅子里面 那糖的话不要全部放 因为我们的糖二分之一杯 总共会有100克左右 我们放80% 就先放80%就80克的糖就好了 所以将牛奶玉米粉和八成的糖 先放入小锅子里面 一边煮一边搅拌 煮到冒泡就马上可以把锅子的这个火关掉了 因为我们只是要让糖可以溶解 那同时呢牛奶跟玉米粉一边搅拌的时候 玉米粉才不会结块或沉淀 接着呢另外用一个小盆子 我们将那个cream cheese就是奶油乳酪 蜂蜜 还有你想要加的比如巧克力可可粉 打发 搅拌到这个乳霜状 就是变成那个哥哥这样子 queen啊 queen 那个变成那个queen的感觉 接下来呢我们就将 另外用一个玻璃杯 放入鲜奶油跟剩下的20克的糖 就是刚刚有八成的糖都拿去煮牛奶了嘛 那么20%就剩下一些些的糖呢 我们就把它呢 跟鲜奶油放入一个玻璃罐 比如说空的果酱罐啊 或者是乐扣乐扣的那种密封盒 都可以只要不要流出来就好了 放到一个小容器里面 接着呢请你快速的 就是像摇波霸奶茶一样 手摇这样一直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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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的用手不停的摇晃摇晃摇晃 大概摇到三五分钟吧 那这个过程呢 里面的空气跟砂糖和鲜奶油之间的摩擦啊 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空气泡泡 会把它打发 所以鲜奶油其实打发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把鲜奶油加一点点的糖 放到一个密封盒当中 快速的摇晃 这个时候你的鲜奶油就会打发了 那鲜奶油打发的这个动作 其实很好玩 我常常都会让小朋友 就是我的学生都是一些小小孩 让他们去做 他们都摇得非常开心 那打开以后就很有成就感 马上就得到变成固态的鲜奶油 好了 那接着鲜奶油打发以后呢 我们就将刚刚手摇打发的鲜奶油挖出来 跟刚刚搅拌好的这个cream cheese 蜂蜜还有可可粉的这个混合物 以及刚刚煮好的牛奶玉米粉的这一锅 三种东西都拌在一起 那因为它的温度还是会有点温温的 那如果你想要加入一些坚果啊 饼干碎片啊 巧克力脆片啊 这时候都可以顺便加进去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将这些这个做好的冰淇淋液体哦 倒入一个保鲜盒里面 然后呢你可以放上保鲜膜 或者是用个盖子盖着 接着放入冷冻库里面 冷冻大概一到两个小时左右 当然啦 有些人的冷冻的温度没那么低 所以他可能要冷冻三四五个小时都有可能 那我建议大家冷冻大概15分钟 到半个小时 如果记得的话 可以拿出来稍微用汤匙翻拌一下 因为美末当我们翻拌的次数越多的时候 空气感就越多 那这样你的冰淇淋就会越来越蓬松 就不会像冰块一个这么硬 所以我们自己手做的这个土耳其冰淇淋 它是属于比较黏 比较绵密 有点接近Gelato的那种感觉的冰淇淋 它不会像我们一般买到这么蓬松的冰淇淋 所以你们在外面如果看到有这个标榜土耳其冰淇淋 你就会发现哇 他们黏到可以黏在那个一个铁杆上面了 所以哇冰淇淋的人常常会有一些小伎俩 就是让你拿不到他的冰淇淋甜筒 所以我们就常常在一些这个观光景点 会看到所谓的土耳其冰淇淋 买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耍你一下让你抓不到他的冰淇淋 那冰淇淋之所以可以黏在他的这个挖冰淇淋 这个铁杆上面 就是因为这冰淇淋非常的黏 那你看我们今天的食材里面有玉米粉或糯米粉 你就知道它是这个黏性 比较这个高一点的冰淇淋 比较黏一点 好啦那我就把我今天的这个秘密食谱公开给你们 如果没敲到的人 你可以回到前面再重新听一下 那最后呢提醒大家 如果想要跟我们有些互动 或你想要你的留言可以被我念出来的话 别忘了到我们的这个Facebook的粉丝页 或者是Instagram搜寻Blitz for Dining幸福餐桌 你只要在YouTube Instagram Facebook搜寻幸福餐桌 就可以找到我咯 也欢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给我们一点点评价跟留言咯 好啦那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再见咯 愿上帝的喜乐充满你的心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e im PAO CANADA MING PAO TARANGLA I MING PAO TARANGLA